也就是使用的人数多1%的情况之下 疫情的确诊率就会下降1% 那么在台湾从去年到现在 其实已经有600万人下载了 而且愿意让自己确诊的资料上传的 也有80%的人 欢迎来到如果云知道 最近大家是不是人心惶惶呢 每天看到确诊人数不断不断的飙高 因为台湾现在已经确定进入 与病毒共存的时代 这个时候要怎么样保护自己 很多人都担心说 自己今天到底有没有足迹重叠 有没有跟确诊的人过境接触 到底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呢 TPPS之前特别请了 包括美国的Stanford的专家 还有加州大学的教授 以及台湾的专家举办了一个 从清零到共存的国际防疫论坛 里面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好 就是告诉我们 科技也可以帮助我们防疫 怎么样用科技来帮助防疫呢 当中专家就举了英国的例 他们说呢他们也有一个 类似台湾社交距离的APP 而用了这个社交距离APP之后 在英国自己确诊的人 大约有70%的人愿意把确诊的资料上传 来保护自己 同时也告知有跟他近距离接触过的人 而且他们还有另一个统计更有意义了 也就是使用的人数多1%的情况之下 疫情的确诊率就会下降1%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指挥中心一直在推台湾社交距离APP的重要原因 那么在台湾从去年到现在其实已经有600万人下载了 而且愿意让自己确诊的资料上传的也有80%的人 为什么大家愿意上传又要怎么用 而且你也要下载这个来使用保护自己 要怎么用呢 凯云今天来教大家 首先搭到这个APP去下载资料的这个地方呢 来下载台湾社交距离 好当你下载了台湾社交距离之后 你会看到出现这个logo也就是绿色 然后看起来有点像时钟一样 下载完成怎么样开始使用 很简单哦 你只要开启蓝牙就可以了 我们先到设定这个地方点入设定 接下来找到蓝牙 你看蓝牙现在是关闭的 好我们就点入蓝牙把蓝牙给打开 就在这一刻凯云打开的这一刻呢 代表台湾社交距离的APP已经开始来运作了 怎么知道它有没有运作呢 很简单我们现在点进来看 哎你有没有看到在时间那里 它一直出现不一样的颜色 跑过去跑过去跑过去 这就代表它现在正在侦测当中 代表它已经启动了 开始呢用蓝牙来比对 你以及你周遭的人呃待在一起的时间 目前是待在一起两分钟 而且如果距离比较近的话 它可能就会通知你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页面上面写到 与确诊者资料比对无接触 这代表你没有跟确诊者有任何近距离的接触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你可以点进来 它会告诉你或者是每天晚上六点到十点 它会主动发一个讯息给你 告诉你你这24小时当中 是没有跟确诊者有近距离接触的 但另一种状况咧 跟确诊者有近距离接触 它就会一侦测到你们有近距离接触之后 马上发送讯息给你 如果是这个状况怎么办呢 它会有指引 告诉你要打电话给1922 还有卫生局做相关的联系 同时要好好的来侦测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那么刚刚凯云说了台湾600万人下载 有八成人愿意上传资料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资料 它不知道你是谁 也就是没有个资泄露的问题 它用的都是随机的ID 所以我们也点到右上方这三条线来看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第一个是APP的介绍 第二个是每日接触状况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你可以点进去来看 像我现在点进去来看 你看4月份好多天都有开了APP 但是上面都是5 等于你没有任何相关的接触 如果有的话 它当然会在上面写 那你要自己去小心 而且要侦测看看 接下来几天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还有接下来第三个是 确诊者上传随机ID 如果你怀疑自己确诊 而自己用了快筛 然后PCR也确定是确诊的话 如果你有用台湾社交距离 你希望可以提醒 跟你接触过的人 让台湾的全体防疫更稳固 而且更完善的话 你就可以点入确诊者上传随机ID 也因为他上传的是随机ID 所以没有人知道 这个确诊的人是谁 你也可以放心的把资料给传出去 而当跟你接触过 两分钟以上的人接触到的话 他可以开始做相关的自主健康管理 也可以让他保护自己跟身边的人 很多人在想说 那跟我自己打电话给亲友说 我确诊了你们要小心 我们那天有一起去聚餐 我们那天有一起去逛街 有什么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就是 你打电话给亲友是你认识的人 对不对 但是这个台湾社交距离 他通知的是你根本不认识他 但是确实你们有近距离接触时间 超过两分钟的系统 就会直接帮你发送讯息了 因此在这种 大家如果都下载的情况之下 他会变成一个比较稳固的防护网 可以来防护台湾的相关疫情 至于很多人想说 那是不是下载了这个 就不用扫石帘制了呢 如果说你进去的地方 是两分钟之内就会出来的 比方说你去超商买个东西啦 然后或者是去很短时间的地方 基本上还是要扫石帘制 不过如果你今天是进入一个大卖场 一逛就是30分钟40分钟等等 这么多人来来往往 或你去百货公司 去餐厅用餐 看表演演唱会等等 这个时候呢 台湾社交距离的APP 就可以长时间来帮你侦测了 现在是非常关键的时刻 那么大家都希望说台湾在这一关 虽然要与病毒共存了 还是可以守得住 我们更希望我们可以保护自己 跟自己所爱的人 所以用这个方法 也可以保护你自己 跟你自己所爱的人 当有接触的时候 至少可以让自己这个周边的人 更加留心身体状况 所以也请大家要多多下载 一起为防疫贡献一份心力了 还有要打疫苗的 赶快去打疫苗 疫苗是最主要的防疫之一 大家努力了这么多年 一起再撑过去吧 如果您知道 那么请大家继续锁定 我们会告诉您 不管是在科技方面 跟健康方面 或者是跟高年级生 所有相关的讯息 我们一起努力过更好的生活 下次见 拜拜